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番茄蛋花汤 不能叫蛋花 叫鸡蛋 因为传统你印象中 番茄蛋花汤 就是我全部的材料放进去 然后最后打个蛋 对不对 今天我把这个鸡蛋 用煎过炒过的方式 让这一锅汤喝起来既营养清爽又够味 那你看喔 首先我们要先挑选漂亮的牛番茄 那现在正是牛番茄盛产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我去西屯菜市场买这个牛番茄 虽然这牛番茄我看起来它红的没有很均匀 可是这颜色我蛮喜欢的 但是它的价钱居然一斤才20块 哇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因为通常这种价钱 要嘛不是有撞到受伤的 或者是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 我觉得买到还蛮便宜的 你们当地的菜市场 现在牛番茄一斤都多少呢 跟我分享一下 好 再来 牛番茄买回来一定要把它表面洗干净 我个人的洗法跟大家分享 用我们手去戳洗它表面 再来把这个绿色蒂头的地方去除 我还会把番茄在水里 以流水的方式 大概30到40秒 一分钟都没关系 在家里洗菜 好 尤其是菜类 流水方式再洗 是最干净 也是最安全 好 这是我个人推荐 就是因为你在洗的时候 透过流水把这些杂质洗掉 番茄呢 直接把它切成这个小块状 头要先去掉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头煮下去口感不好 切完番茄先做一个小动作 1 1匙的盐 为什么要这样 等一下我再煮这个番茄汤 因为要先炒过 要先炒的过程呢 我需要它番茄最原始的汁 第一除了让番茄比较有味道 再来透过盐 简单的腌一下 它会有更多的番茄原汁跑出来 好 简单拌一下 好 这样就好了 这边准备一些蒜头 蒜头就直接切碎 因为等一下这个要炒的时候 会下去爆香 所以我这一道汤呢 它好喝的地方就是 我有一些简单的辛香料 再来是葱 葱绿葱白我会分开处理 葱白的地方 就是跟着下来爆香 葱白你可以切稍微粗一点点没关系 好 我们把葱白跟蒜头混在一起 因为等一下它们要一起爆香 葱绿的地方 直接切成葱花 那这个葱花其实等一下就看个人喜好 你下去加 喜欢多一点就可以加多一点 我还会切点芹菜 因为今天这道汤呢 我觉得芹菜很对味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你煮番茄的料理有加点芹菜 味道非常的合 然后也非常对味 你去联想一下那罗宋汤 有一些会加西洋芹 或一些番茄牛肉汤 味道非常搭 蔬菜料都备好之后来打蛋 基本上我的配方 我会一颗牛番茄配一颗蛋 我觉得这样子起来的味道是最对味的 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欢吃蛋 或非常喜欢吃番茄 你可以去调整你喜欢的比例 再打蛋 我今天要打的蛋呈现出来的 不是像在煎葱蛋啊 或是煎菜波能这样 我们是把蛋稍微的把蛋黄打散 混一混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想要等一下在煎的时候 它会比较更容易冒泡泡 然后呢会有蛋白蛋黄 比较明显分开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整个打散也可以 先热锅 因为我今天用铁锅 所以冷油 这里大概是下一大匙的油 轮一下锅 锅子好了来 先把爆香料加下来 蒜头跟刚刚切的葱白 我现在的火力是中火 我们慢慢炒 那下去用中火大概炒了一分钟 我们让它上色 上色后把它弄到旁边去 再来刚刚打好的蛋 整个倒下来 来蛋下去之后 我先让它煎一下 我现在的火候还是中火不变 你可以这样子晃动一下 现在这动作呢 有点像在滑蛋 但是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蛋煎到有香气出来 你在炒这个蛋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把蛋剁得很细 像蛋碎一样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蛋呢煎得有点比较大片 像蛋片这样子 也可以 差不多把蛋煎到像这样成形 香气也出来了 主角番茄 整个有没有看到 来刚刚烟烟之后 番茄汁非常大量跑出来 我从这里倒给大家看就知道 满满的番茄汁 这个都是对天然的 整个倒下来 这个时候我会开大火 番茄呢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个 茄红素 它有适当的这个油脂一起下去炒 茄红素更容易更快的释放出来 可以更快速的吃到番茄的营养 来那现在就是全程大火 把番茄煨煮一下 让它软 甚至脱皮也没关系 来我今天这道汤 有一个画龙点睛的食材 它虽然是很常见 但是加到这个汤里面就蛮有特色的 番茄干 尽量买的时候是买它原始原味的 就是不要有糖的 成分它就很简单的番茄 然后直接烘干的 这个网路其实都非常好买 放下来 番茄干的量不要多 其实炒到这里 感觉就很像番茄炒蛋了 来 一千细细的水 倒下来 如果呢你家里刚好有高汤 你也可以用高汤来取代 味道也都蛮棒的 开始调味 记得刚在腌这个番茄的时候 我们加2分之1小匙的盐 所以现在的盐 你不要加太多 我以这样的量 我加1.5小匙 我这里我用冰糖来提鲜 你要用味淋也可以 或是家里习惯加味精的也可以 冰糖2小匙 最后胡椒粉提味3分之1小匙 喜欢辣一点味道重一点 你可以加到2分之1小匙 好 我小火熬煮了2分钟 大家看喔 它浮上来的泡泡都转为橘红色 就是要这样子 这样子你的番茄的味道 100%的释放出来 营养也出来 最重要的是 番茄丁的口感会是软棉的 不会是硬的 关火 那在煮的过程 鸡蛋会膨胀 它会吸收汤的香气跟甜分 更好吃 还记得刚刚的这个 葱花跟芹菜 自己适量加 再来把煮好的汤 热热的冲下来 用冲的会比你下去煮的味道更香 好啦 今天这锅汤 如果真正要认真煮 不过才花大约不到4分钟 那你这过程呢 你这样子煮 你会发现这个蛋花汤 属于比较浓郁版 但是味道又是清爽 我们懂得运用一些炒 让食材的营养香气释放出来 给大家看 鸡蛋跟番茄 就是差不多像我讲的这样 你看这个汤 汤的颜色 就是这种最天然 微微的红 然后番茄呢 煮到松软稍微脱皮 这是我觉得最完美的味道 最主要是蛋 这个蛋绝对比你打蛋花 还要好吃 这种 我觉得很适合来配面 尤其比如说泡面 或是白面条 很适合 如果去菜市场 你有看到 不错品质的番茄 价钱又便宜 不妨买回来 绝对让你喝到 不一样的番茄鸡蛋汤 颜色漂亮 满满营养的番茄鸡蛋汤 上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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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